第311章 寻找证据 下 阮家和八家在腾冲郊外有一个毒品地下工厂 不过那里守护严密 不仅有阮家和八家的私君 马帮也同样派了一批人守护着那里 我们的人好几次想要进入里面都无功而返 如果能进入里面从中寻找他们这些违法乱纪的证据 那么阮家和八家就会不攻自破 到时候就连马帮都会成为国家严打的对象 昆贤说道 文言 叶寒说道 昆叔 收集证据这事情我来做 一旦证据找齐之后 一定要把阮家和八家的人控制起来 不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 贩毒 贩卖人口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几颗脑袋够杀的 昆桑点点头 道 韩子 进入里面寻找证据 可能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 不过你自己也千万要担心 听说在那里面有马帮的高手 放心吧 有傻奔跟着我应该不会出现意外 直到了地下工厂的位置后 当天晚上 昆桑就带着叶寒和傻奔来到了腾冲郊外一处工厂 这里白天表面上是一处化工厂 其实这些都是幌子而已 在这工厂之下 还有一个地下工厂 专门从事制毒以及人口贩卖等非法活动 叶寒看着耸立在黑夜之下的那个工厂 对着昆桑说道 昆桑大哥 你就在这里等我们 由我和傻奔进去就够了 注意安全 你们也是 昆桑点点头 以他的实力进入里面 只会给拖后腿 倒不如在外面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叶寒他们 趁着夜色 叶寒和傻奔两人的身影 犹如两道黑光一样 出现在了工厂的高墙之外 到了这里后 叶寒开启阴阳法眼 朝着工厂里面透视了进去 随着实力不断提示 叶寒的阴阳法眼 可以透视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现在百米之内 都是叶寒可以透视的范围 随着叶寒的透视之下 他发现除了大门口 有几个类似军人一样的保安厨外 在工厂里面几个空房间里 有着一群穿着迷彩服的汉子们 正在打牌作乐 房间的墙壁上 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 这些人都是阮家和八家的私军 在这里有30多人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这些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组织有效的火力攻击 而且 在一个类似地下入口的地方 还有着两名手持枪械的人把守着 这里应该就是地下工厂的入口 除此之外 在工厂的每个角落里 都安装了摄像头 就算一只鸟飞进去 都会被发现 叶寒使用阴阳法眼 观察了一会之后 发现了一个摄像头的死角 随后他们两人如风一般的 进入到了工厂里面 摄像头拍摄不到的死角 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进入了工厂里面 两人避过一些摄像头之后 来到了地下入口 这里有两个手持枪械的人把守着 不过这难不倒叶寒 只见他直接射出了两根金针 射入了这两人的身体里面 随后 这两人就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了 这种手法类似点学 如果叶寒不取出金针 这两人就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 通过了地下入口之后 叶寒透视了一下里面的情况 发现这里面有着一些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正在摆弄着一些器具 各种器具里面装着颜色不一的液体 而在旁边 一些妇女 小孩 戴着口罩 正在装着一些白色的粉末 七八个神色兄弟的汉子 在监管着他们做事 这些人应该是马帮的成员 快点 还想不想吃饭了 这时 只见一个身上有着纹身的汉子 踹了一个妇女一脚 凶神恶煞地说道 听到他这话 正在包装毒品的妇女小孩们 都下得赶紧做事 尽管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支撑不住了 毒品 这两个字 在叶寒的脑海中闪过 他的眼中杀鸡腾腾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让这些小孩和妇女包装毒品 时间一长 这些人稀释空气中 那些残余的毒品过量 绝对会要了他们的性命 不过叶寒知道 现在不是他冲动的时候 只有把这些人的 所作所为录制下来 才能真正地 把他们一网打尽 叶寒通知傻奔 让他把这里的情况 用手机录制下来 而他自己则悄悄地 进入到了地下工厂里面 这个地下工厂很大 除了刚才那个制毒的区域外 还有很多封闭式的房间 叶寒往其中几个房间 透视了一下 当即发现这些房间里面 关着很多小孩和妇女 甚至还有一些孕妇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 狭小的房间里 臭气熏天 叶寒继续往前走着 忽然间 他感觉到一股气机 朝着他锁定了过来 感觉到这里后 叶寒来不及多想 直接闪身 进入到了他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 在叶寒躲进房间后 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走出来的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之后 眉头一皱 在刚才 他分明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的气息波动 但是地下工厂里面 却没有任何异样 看了一会之后 这个老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叶寒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使用阴阳法眼 注意到这一幕后 他松了一口气 这个老人是一个 裴员之敬后期高手 应该是出自马帮 如果被他发现了自己 绝对会打草惊蛇 不过松了一口气后 叶寒发现他眼下所处的 这个房间和其他房间不一样 很干净整洁 有工作台 电脑 沙发 甚至还有一个酒柜 上面放着一些名贵的洋酒 叶寒在这个房间里面 看了看之后 一个保险柜吸引了他的注意 叶寒打开保险柜一看 里面竟然有一排输入密码的数字 必须输入密码之后 才能打开这个保险柜 叶寒开始使用阴阳法眼 朝着保险柜里面透视了进去 不过就当叶寒看到里面的情况后 他经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在这保险柜里面 竟然装置着一个炸弹 如果强行打开保险柜 就会引爆这个炸弹 到时候只怕他都避免不了被炸伤 如果严密的防护措施 让叶寒对这个保险柜里面的东西 好奇了起来 继续透视之下 他发现这个保险柜里面 没有其他东西 就有一个笔记本 好奇之下 叶寒继续透视笔记本上面的内容 不过这一看 让叶寒欣喜了 这个笔记本 竟然是一个账本 上面记录了软家 八家以及马邦 这些年来 各种非法交易所得的金额 那是一个账本的